11月2日,刘少奇主席接见中非共和国妇女联盟主席 卫生和社会事务部妇女都进司司长玛丽·耶瑟夫·弗朗克夫人 以及由他率领的中非共和国妇女代表团的成员 刘主席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11月2日,周恩来总理接见了智利众议院第一副议长 何塞·曼努埃尔·伊斯拉 以及由他率领的智利议员代表团全体成员 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11月4日,周恩来总理接见了阿拉伯西利亚共和国军事代表团团长 阿卜杜勒·埃尼·伊布拉辛准将 副团长穆罕默德·陶飞格·胡拉尼上校 和由他们率领的代表团全体成员 周总理同客人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11月5日,首都各界人民隆重职会 热烈庆祝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8周年 中共中央委员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中苏有协总会副会长刘宁依讲话 他强调说 我们纪念伟大的十月革命 就要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 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坚决走十月革命的光明大道 学大寨,赶大寨,抄大寨 在全国农村出现了许多大寨式的典型 河北省平山县翟北公社 南滚龙钩生产大队 十年来,治山治水 在穷山恶水的高寒山区建成高产文产农田 社员们修起了550道古房坝 管红去水 用石头雷起了1630道梯田村 开造了27条总长17公里的潭山渠道 把3000多块港坡耕地改造成为1600多块水平梯田 使70%港坡旱地变成了自流灌溉的水浇地 南滚龙钩大队的粮食产量 由亩产二三百斤提高到1964年的1009斤 今年又是一个好收成 十年来,党支部书记李全寿 带领社员以革命的精神 不像国家要物资要贷款 凭着自己的双手 开山披领 平坡修地 凿取饮水 治了一沟又一沟 治了一坡又一坡 改变了南滚龙钩的面貌 南滚龙钩大队成为全国农业战线上一面大概式的先进旗帜 但是,他们并不满足 又制定了新的五年建设规划 1958年 我们的摄影师在广东省电白县伯鹤镇 拍下了伯鹤人民与风沙作斗争 绿化造林的场面 伯鹤公社三面临海 一片沙滩 海风一吹 灰沙遮天盖地 使许多良田变成了荒地 现在,树木已经成林 形成了一条二十多公里长的防风林带 沙荒变成了绿洲 减少了风沙危害 控制了水土流失 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 现在群众也有木材用了 今年伐木九百立方米 社员不但有柴烧了 还卖出枯枝落叶 增加了收入 伯鹤公社社员 从1954年开始 年年坚持造林 他们与风沙作斗争的精神 推动了整个电白县的造林活动 十多年来 全县造林一百一十万亩 已经成林六十多万亩 电白县成了大寨式的典型 野金工业部 安山黑色金属矿山设计院的设计人员 下楼出院 来到马鞍山钢铁公司 设计人员在第二烧结厂的施工现场进行设计工作 他们用毛泽东思想解决了设计中的一系列问题 打破了过去的洋矿化 实现了许多项技术革新 为国家节约了大量的资金 缩短了设计时间 深入实际参加劳动 还促进了设计人员的思想革命化 青海省的柴达木盆地 大小盐湖 新罗旗部 是一个盐的宝库 这是柯柯盐湖 它的面积有一百多平方公里 为了开发柯柯盐湖的丰富资源 中国盐业公司勘探队队员们 不为难不怕苦 向盐湖进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勘探队的队员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以革命的精神制定了新的勘探设计方案,节省了人力和投资,比原来的计划可以提前两年完成勘探任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